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對上庫曼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為什麼要特意看 是因為我很久沒有在阿拉伯上面 看到西班牙這個文明了 通常西班牙這個文明 只會在入地遊牧 或是一般遊牧來說的話 比較常遇見 那團戰也是 那很少會在單挑上看到阿拉伯 並不是說阿拉伯不好玩 或是很弱勢 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阿拉伯近期比較少人玩 因為我記得以前 在大概一兩年前吧 西班牙也算是很常在天氣上出現的 那個阿拉伯也是 有可能是因為以前地圖比較好耶 黑跳城比較容易成功 那西班牙這個文明呢 就是火氣文明嘛 所以它在城堡時代的優勢會比較大一點 那像我們阿拉伯這個地圖阿 比較開闊一點呢 現在比較難為 就導致可能西班牙的出場率降低了 我的猜想是這樣子阿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真正原因是這樣子 好 那來稍微看一下兩邊的文明的能力 西班牙是建造速度提升30% 那兵工場升級免黃金 火藥單位攻擊速度提升18% 哇塞這18射的有點快喔 那它的特殊單位寶兵 俗稱UU 西班牙政府者馬上火槍兵 它是可以騎著馬的火槍兵喔 非常的強 它可以完全 counter對方的騎士駱駝 所有的跑速快的單位都會被 counter 但是但是非常怕工兵喔 工兵跟戰矛都蠻害怕的 那如果真的遇到征服者的話 那你也可以出殘教士 三旅來做招響 那這個可能招響只是稍微嚇阻下對手 那主要還是要靠戰矛跟奴兵 去做一個解西班牙的一個動作 不然你可能用騎士跟它硬墜 都只會擺給而已 所以西班牙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喔 我覺得啦 而且它兵工場升級也不用黃金 所以可以省下大量的黃金在其他地方上 那建築工 建道數提升30% 就是你蓋房子啊 蓋城堡啊 蓋建塔啊 蓋什麼都超快的 所以這個文明 他玩塔功也是可以的 就是他的打法非常多變 裝甲塔 然後直接上城堡 城堡直接打 吸增 反正你前面裝甲塔一定挖石頭 上城堡之後也有石頭 馬上可以蓋城堡 然後吸增一出來 對手經濟也很慘 出一兩隻騎士 你BANG個幾下 我就風箏死了 也是非常非常強的 再來看一下他的文明的特性吧 西班牙是全能力全開喔 進防 步兵進防 遠防 馬卡都有 一級攻 二級攻 三級攻也有 三級射也有 戳戳劍勇什麼都有 跑速也有 拇指環也有 彈道血也有 化血也有 但是沒有安息人 然後但是有 縱襲馬攻可以出 但是他 是沒有奴兵的 我記得好像 西班牙是不是全 世紀帝國裡面唯一沒有 可以升級奴兵的一個文明啊 好像是耶 就是 你只要封建西班牙打小弓 那你注定你這一場 小弓就是不會變身了 永遠都是小弓 所以通常到西班牙的 對手都不會太提防 對方會出小弓 一個打一個封建快弓 通常比較常遇到戰士 是一個 棒棒黑跳城 果然出棒棒了 有沒有 好 那來看庫曼吧 庫曼的大戰應該也蠻熟悉的了 庫曼封建時代可以蓋 DLTC 那還可以蓋BK 工程器製造署 跟清醒衝車 那不能蓋頭子車 雖然還可以蓋BK 但頭子車跟弩炮是不能蓋的 那在城堡時代的話 可以使用裝甲車 裝甲衝撞車升級 就是代表說 你本來燒到帝王才可以升級 但是你在城堡之代 就可以升一次等級 然後這邊怎麼送麻 你打個黑棒棒 結果還送麻 我的天 這西班牙是不是要量了 西班牙這邊兩棒棒而已 沒有到三棒棒 現在的妹塔都是三棒棒 特別強調一下 以前都是三棒棒 所以有些老玩家看到 怎麼現在都出兩隻 是不是不太會玩 並不是 現在的妹塔都是兩棒棒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唉唷這邊庫曼居然 讓三個村民想要來前置 裝甲 裝甲塔嗎 裝甲塔的話應該是要四村喔 原來四個村民健健塔 剛好是四公的傷害 這邊棒棒兩隻 似乎少了不太到村民的感覺 看一下兩邊打什麼 好 OK 庫曼已經升到封建時代了 非常快的一個速度喔 十八村就上封建了 那這邊會蓋TC嗎 還是會直接下馬舊射箭場呢 怎麼可能會下射箭場 唉果然下射箭場 為什麼會下射箭場呢 是因為 庫曼 他的射箭場跟馬舊 是-75 所以你蓋馬舊跟射箭場 只要一百木頭 就跟你的伐木場 價格是一模一樣的 非常非常之省 前期可以花很多時間來出兵 做一個快攻 所以庫曼算是一個能快攻也可以 農的一個文明 非常有彈性的一個特殊騎兵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沒有三級射 明明他是馬攻寶兵 UU 但是卻沒有三級射 但是他的馬攻 寶兵算是那種 騎馬版的中國聯弩喔 輕棒棒看是打到東西 所以 量多一起來 還是蠻強的 但是缺點就是沒有三級射 射程真的蠻近的 很容易被戰毛混光光 但是威力也是不容小看的 看一下啊 我這邊打得很兇 直接把果樹這邊給趕跑了 哇 這邊差點有一村是直接掛到啦 是 趁著拐杖走回去 很多都是半條鞋的 這三村真的是要塔來塔攻欸 哇 跟西班牙玩塔攻 怎麼覺得好難怪怪的 怎麼感覺是西班牙的 不是啦 西班牙建造速度快30% 雖然尤其也在他自己家裡 想拉幾村來蓋也是沒問題的 這邊是不是經濟失調 怎麼有三個田沒有在採 哇 拉太多村民來這邊挖金礦了 那應該要下四級了嗎 沒有 先來挖石頭 這個就是正確的反應選擇 看到人家塔攻 第一時間反應就是要挖石頭 然後插劍塔來應對 這邊 唉唷 這邊上封建時代有點晚 這邊兩隻棒棒 結果自己經濟搞爆 有點上不太去了 所以導致這邊 到了12分鐘才上封建 建立塔到現在才可以下 但是西班牙蓋速度很快 哇你看 馬上就蓋好了 好 開始射 應該沒問題 然後這邊 塔攻就不會再繼續塔這個位置 不然就是要再插這個位置 插個極限的地區 1234567 有點遠 8 那可能要插到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才可以 射到這邊的村民 好這邊要想要直接破一個木牆 走進去嗎 但其實根本不用破 這裡就有個Shit了 但是這裡沒看到 唉唷這邊村民想要直接走進去嗎 我還以為村民要走進去 嚇死我了 哇這裡爆了 棒棒直接進去 開始尻人 然後這邊村民直接一個反殺 哇棒棒上光 兩棒棒真的是 一定要控 本來隨便送 是很簡單的 然後這邊建塔又來蓋了一個 那這邊西班牙也蓋了一個建塔 在石頭區 來保一下石頭 要等確保石頭的採集的話 那這邊 建塔快攻 通常是守得住的 喔這邊 喔馬上又堵了一個市集 就算這個打爆之後 裡面還有一個市集 應該是有看到了 哇那怎麼辦 你要繼續推嗎 還是要蓋TC開農 現在庫曼有點 有點失去人生的方向喔 我不知道該繼續該怎麼打了 村民宿目前是 庫 西班牙裡 先 站三村 那 西 庫曼這邊只有二十九村 這樣子直接插五村耶 那插五村的話 那 會很難打喔 而且是在封建時代這種時期 你這個村民一直趕不上西班牙的話 那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可能打到後期 就會越來越明顯 而且他 庫曼這裡還有三村 是在外面前置 插塔的 所以實質上 他有在產經濟的村民 只有二十八村 可以說是直接掃七村的概念 掃七村的經濟 還能夠嗎 這邊 果然要插塔 要來蓮花塔了嗎 這裡有戰毛 還蠻多的 他剛剛出太多戰毛 然後斷村是不是 看起來像是這樣子 好 但是西班牙已經點上城堡了 哇 怎麼辦 我們來看西班牙的資源 西班牙這邊 七個人挖石頭 那上城堡 一定可以蓋城堡 那西班牙上城之後 你要怎麼打呢 西戰是非常難打的 然後這邊建塔 決定低調 再重蓋一個 就算重蓋也是可以追得上 庫曼兩個人蓋塔的速度 速度用標的 四個人蓋塔 就有這麼快的速度 好扯 然後庫曼一看 事情不最近 趕快閃 好 再嘗試去 插別的地方 好 家裡則是 蠻多人在伐木的 好 村民樹慢慢追上了 但是因為西班牙這邊 是因為上 時代的關係 唉唷 這邊直接走進來 所以村民樹 讓 庫曼追了上來 哇 這邊戰毛直接走進來 好不客氣 他要是看到左邊有個洞 應該會覺得很無言 看到嗎 反正想走左邊 傻眼 這個毛病走進來 沒有辦法解掉 加西班牙只有蓋軍營 唉唷 城堡直接蓋在家門口 但是有點危險喔 這邊都是殘血的村民 這裡有隻小宮在射 左邊還有劍塔在燒喔 這個蓋子村民不夠多 是不是有點難起來啊 是不是要把這邊 血量比較多的村民 來拉一下呢 這邊村民直接 一刀帶走 一個戰毛 萬人蓋寶 OK 蓋起來了 直接射掉 再射掉 直接擺給 但是村民樹 已經是 庫曼領先了 領先是村 好 開始出西班牙征服者 這邊 這邊稍微有斷村到 為蓋這個城堡 損失了不少經濟 而且這個劍塔 快要射得到這邊 挖木產的村民了 這邊稍微有斷村到 這邊是村民了 這裡有蓋TC嗎 應該是沒有 打這個打法 通常不會封進去下TC欸 通常 果然 城堡了 好 城堡 按下了 然後TC也蓋了 通常這樣打 經濟力量一定不夠 讓你蓋TC喔 這張TC蓋出來 也很容易斷村 斷村 除外 太晚蓋TC 也會造成問題 就是太晚上城堡 所以通常都是會先 按下城堡之後 確保自己上城堡之後 才按下TC 雖然感覺這樣庫曼的 優勢就沒有了 但其實也還好 但是就是一個 確保自己不會 太慘的一個 開局方式喔 因為你前面已經 經濟入後了 所以就不可能 在封建再開TC了 要開也是可以啦 但是要早點開 如果像是 我們比較時間晚 二十幾分 才要上去城堡的話 那TC 還會 等 按到城堡之後 才會再開喔 這算是一個小細節啦 好來看一下這邊 劍塔守得還不錯 西班牙征服者 沒辦法打過任何東西 等著留村民可以打一下 我記得 西班牙征服者 四隻集 喔唷 我才剛說完 你怎麼就秒掉一隻啦 三隻就可以秒掉一村了 但四隻是比較保險一點的 因為他有時候會射不著 通常四隻的話 遠距離 準確度還是蠻高的 而且可以秒掉一隻的機率很高 像這樣子 三隻集火一隻有時候會射不到 唉唷 但是這邊很賽 連續射中了 這邊鑽三村 好村民處直接反超 吃一村 這邊兩隻村民還在努力在騷擾西班牙 可以看到啦 這個就是西班牙的強勢之處 西班牙征服者 讓你 非常痛苦 哇 這邊又鑽一村 四隻一發 有沒有 還剛好 造四隻西班牙征服者 五隻 就秒在造了 他也很清楚 四到五隻 就是很安定的一個打擊的 射程喔 只要集火一隻村民就可以秒掉 這也是為什麼西班牙征服者 城堡實在這麼難打的原因 初勤初騎士也打不贏 哇 這邊直接走到劍塔下面 哇 這個就是騎馬強兵的威力啊 欸 上面這隻西班牙征服者 我也在看他 他是不是送掉了 哇 這邊想要再鑽一個 笑死了 剛剛好四個人鑽一格 哇 這樣就可以手撕 劍塔了 好 那家裡則是開出了3TC 再開始農了 1TC 2TC 然後原本的TC 3TC 呃 庫曼 則是雙TC 慢慢農 但是 好像有點缺肉 一直有斷村的狀況 那就來看西班牙征服者 要怎麼秀這一把吧 我戰毛過來了 來 看一下這邊戰毛 頭一下 溺死 尷尬 沒有單刀鞋 就只能這樣子了 這邊村民走得出來 欸 這邊是板就沒有 這裡板是有東西的是不是 應該是低調木牆出來蓋了 那五隻 四隻C班牙征服者 繼續想要找個破口 殺一下村民 但全部都被庫曼看在眼裡 先提前收村了 好 看起來兩邊都是戰龍 但是西班牙這一坨 也不算這一坨 這四隻 就可以給 對手極大的壓力 到底要不要開TC 還是不開 還是要種田 都不太對 平安跑太遠 又很危險 跑太遠又要先蓋箭塔 哇 這裡TC 想要直接被病死一隻 村民術差距越來越大 雖然西班牙這麼強勢 但好像並不是很多高手很推西班牙 為一個新手開局的一個 文明 可能是因為他本身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持 所以玩起來經濟操作上 控制會比較困難一點 而且要 準確的在城堡時代馬上押出城堡 然後出這個西針 是不是有點困難的喔 這邊又被殺了一村 左邊看起來是沒有再繼續打了 右邊這邊會想要先拆完這個農田再走 OK拆完了 直接鑽60木 再拆一個田嗎 也行 好現在西針肆虐的關係 所以現在 庫班到哪裡 做什麼事情都要先插一根箭塔 來反擊這個西班牙正負責 這邊箭塔再射 這邊直接插兩個塔 好 好再馬過來解一下 能打到嗎 打不到 哇 再來砰一隻 哇全部miss掉 這幾隻血量真的很殘 一個一滴一個四滴 喔這邊要抓到 挖石頭的村民了嗎 沒看到 哇 他就在你 再下去一點就抓到了說 哇他也是蠻大膽的耶 看到西針往這附近走 居然還沒有先插他 我在這要幹嘛 這要直接插寶了嗎 他是要插這裡對不對 直接控大金 等於自己的小金要遭殃了 一村 兩村 哇你看 放個兩下 兩村又消失了 看來這邊真的是要控大金了 哇 這邊西針送光 哇他是點了彈道血是不是 很準耶 感覺是有生的 好 外人 蓋房 住宅 極虛可望 其實也不是喔 只是當 很多高手都會這樣子 拉村民的時候 會把村民村民去 指派去蓋個房子 避免他們拉走的時候 空閒沒事幹 好這邊 小公跟 軍銀猜猜猜 然後 甲鯉看來再出 欸這個 居然要出寶兵了耶 這個叫做青茶嗎 應該叫青茶 難得看到青茶打西班牙征服者 難得的對決喔 看一下 那奴炮能不能 收完這些 戰毛呢 哇這邊有一隻村民 直接被戰毛給投死啦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蓋完寶之後回來 再繼續挖石頭 看這個精銀控的架子連城 好 但西班牙這邊城堡也是 蓋的蠻兇的 OK西班牙征服者出來了 要來 繼續 放這個 單位了嗎 看一下西班牙征服者 被戰毛投套 哇好痛 有沒有看到 西班牙征服者很怕這個戰毛啊 痛爆 好痛 宛如他手上那根藏槍 藏杆才是真正的槍啊 好像也是那槍啊 頭子槍 一個是頭子的 一個是真正的槍啊 嗚呦你看這個集火 戰毛還四隻 就可以直接打殘血 大概七隻戰毛 就可以秒掉 一隻西針了 那通常 西班牙這個文明 不是那個 新手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還要轉兵喔 你撐爆可以只打西針 但是看到對面 轉出戰毛 後呢 就要開始轉出遊俠 那遊俠的話 你要點攻防才轉出來 不然 防護力太不握了 所以西班牙其實 不太會被推薦員也是這樣子吧 因為要轉兵 對新手來說不太 習慣 看一下這邊 這個奴炮送掉 終於發現家裡有東西在打奴炮了 哇這個茶 這個清茶殺到了蠻多東西的 蠻賺的了 但西班牙已經帝王了 開始 源頭開丟 果然經濟差距拉得出來了 目前 蠻賣 完全不能上帝王 死大 肉 直接快歸零了 現在這邊努力生 戰毛的功法跟 寶兵的防禦 好那上面這邊 西針 這邊 能不能做到一點事呢 來 開始BANG一下 六隻西針 這邊選著不BANG 看到對手收穿 直接先退一下 來看一下這邊 好 庫瑪這個城堡被完美解掉了 連修都不想修 但是庫瑪這邊食物還是非常非常不夠 要不要考慮一下用黃金買上帝啊 的控除來說 庫瑪這裡還做得不錯 黃金地區 都我在守 那這邊又被殺了兩村 好 西班牙一個中間控圖 我們直接蓋城堡 看能不能守下 阿庫曼這邊遠房拍命生完 那我覺得我們上好像沒有差別太大的感覺 因為西針BANG 現在就是16滴 好那衝衝車出來了 這邊衝車是要幹嘛 遠頭繼續出不好嗎 唉唷這邊轉出大量的戰寶 喔 終於點下了帝王時代 看來真的是用買上帝王的方式的 那兩邊打帝王 就不好說了 我這邊吸戰量好像越來越多了 來看一下怎麼甩火槍 這邊走過來 直接有點鬆 直接殘血 好痛 火槍直接BANG一下 好 好 起碼準備要打正面了 但是這邊有超多戰毛 唉唷這邊是萬人來蓋寶 哇但是集火可以殺一村耶 哇直接堵住他蓋寶的位置 哇這邊村民被殺的超多 到底能不能 全部殺掉了應該是有點困耶 而且這個遠頭你要怎麼處理呢 遠頭你現在沒騎士 又打很難打 喔現在在按肉碼了 哇這個高地 捲頭拆的速度實在是太好了 很有效率喔 拆掉了建築物 這是要怎麼來拆這個巨型頭石村啊 好那 庫曼也順利上了帝王時代 哇這邊也在控圖 控圖效率很好啊 分數已經差距快3000分了 庫曼還沒有想要投降 還覺得自己還很能打 但是完全沒有近戰單位的 庫曼到底要怎麼去解決對方的遠頭呢 好這邊直接硬蓋堡 然後被抓到 但是很大量的肉碼過來 西班牙征服者要過來病了嗎 完蛋好多肉碼 這些戰謀應該是要送光 送光是不是要喊GG了 清茶似乎來不及出來守 來西班牙這邊馬房只有1 這邊優先把西班牙征服者給射掉 哇果然這些肉碼直接串光了 殺了很多臭命跟戰謀 哇 庫曼打出了GG 不來了 這邊肉碼一出來 一轉兵 庫曼就受不了了 原本可以看到 清茶打西班牙征服者的一個畫面喔 但征服者出這麼多 吹死也騷擾到蠻多東西的 好那今天西班牙的影片也到這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절斗 解釋 解釋